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哪种意大利面的热量是较低的呢 第一个是奶油野菇 第二个是番茄肉酱 第三个是蒜片辣椒 我们先来问阿德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应该是三 蒜片辣椒 为什么 因为你看那前两个 这奶油野菇跟这个番茄 它们都是番茄酱 它们都是有酱汁的 可是蒜片辣椒 它是比较没有酱汁的 所以光这个它热量就比较低 而且吃这个辣椒 又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形成代谢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好的 热量比较低的 子媳你的答案呢 我是蒜片辣椒 因为我觉得奶油就是肥 所以我觉得三比较低的 所以所有人都选三 营养师我们这一题的答案真的是三吗 对 都答对了 很厉害 从字面上可以看到 蒜片辣椒 蒜片跟辣椒是天然食材 所以它热量是低的 它顶多是用一些些的橄榄油下去清炒 没有放任何酱汁 所以热量最低的就是三号了 那我们来看 我们吃意大利面其实有四种选择 白酱就是奶油 那红酱就是番茄酱 那青酱呢 罗勒叶 有些人是用九层塔 那第四个是青草 青草用橄榄油下去拌炒 吃出食物的原味 那如果热量从高到低的话呢 热量最高的 你想要珍重的 小朋友如果瘦巴巴 要珍重的 我们都选白酱 奶油焗烤 热量最高 那第二名呢 就是青酱 因为它是用橄榄油跟九层塔 下去拌的 那第三名就是番茄酱 那如果它是用新鲜番茄 蔬菜类的 它热量就是低的 那最低的是青草 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 白酒蛤蜊 青草意大利面 白酒蛤蜊 对 它是意大利面里面 热量算是比较低的 所以大家或许下去去吃 意大利面的时候 就可以点白酒蛤蜊了 其实提到这种蘸酱 像子玄 你自己有没有吃过什么 独家秘方的蘸酱 或是你自己研发的 我自己研发 因为我不是很重贤 像酱油的话呢 我会再加柠檬汁 对 因为我觉得果香的东西 去蘸肉片的话 我觉得肉会特别的甜 对 我觉得果香的肉片特别甜 所以这是我自己独门的秘技 秘方 阿德你的方法呢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加豆腐乳 跟蒜头 好可怕 你在哪儿健康啊 对 还有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要比较清淡 我们说今天如果强调健康的话 因为我们是客家人 客家人有很喜欢吃那个荆棘酱 那种橘色的 橘色跟那种荆棘酱 那就是它比较清淡 清爽一点 可是我个人没有特别爱 我家人很爱 可是我没有特别爱 因为我觉得它太呛 它不是我喜欢的味道 它不是那种咸的 它嗆嗆然后一种特殊的荆棘味 所以你最爱豆腐乳 还是豆腐乳 那帽博你自己的独门酱料 我在想说现在是要请阿德来吃提阿米苏 看那个豆腐乳什么意思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们那个我们都吃那个沙拉嘛 我们中午都要吃沙拉吧那个 然后去他们就沾很多像那个千岛酱 什么什么那些 我想说 你都像美国人的都 我都像那样的 他们是不是吃这些 长这么大 所以就开始觉得说 这个吃下去 我一定会跟他们一模一样 就越来越教育自己说 不要吃那个 那有没有其他能够入味 你就知道沙拉跟那个 还有蘑菇像橡皮茶一样 剥起来 那在喂毒嚼辣 那我发现他们里面都有放那个 那个橘子片 橘子 橘子 就是橘子 就是橘子 比较小的那个橘子 还有凤梨什么那些 我就把它放到里面去 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 果酱 新鲜水果的果酱 对对 那个沙拉就有味道了 那整个味道 所以我就真的越吃越喜欢吃 后来我每天没课的时候 我还专程跑去学校去吃那个午餐 然后再回去 完全都没有再用那些沾这样 可是我回到台湾就比较少看到说 会准备在那里 把水果和在一起 你就必须到另外一个水果摊去冬过来 所以我的独门就是 你用水果自己来调 就像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你不需要调酱弄那么久 当场就可以弄一个酱出来 整行水果切切的淡淡的味道就好了 那一样 像他们这种用这种柠檬汁 或是说用新鲜水果去调 这样是不错 这样很棒 水果里面的维他命 抗氧化物质全部吃下肚 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现在请问就是 因为我用的酱料没有用那么凶 那我要怎么样保存这些 就是只使用一半的酱料呢 因为我直接丢掉 或整罐倒掉太可惜了 如果你想保存的话 我会建议是盖上保鲜膜 然后放到冰箱 可是24小时之内 还是尽量把它吃完 那如果是整罐的调味料 你已经开封了 它其实就暴露在空气中 还有餐具中 就有细菌污染的风险 我们建议还是放冰箱 因为台湾气候很温暖超湿 5度C到65度C这中间 是细菌最容易置身的 那我们的冰箱冷藏温度 是4度C以下 所以没吃完的酱料 还是建议放在冷藏保存 比较安全 大家都知道说冷藏保存比较安全 可是貌婆我们有时候去 这种联手餐厅吃饭 她用了过期的酱料 我们也不知道 真的台北是卫生局 地方真的去查 查了还真的发现 有那个连锁餐厅里面的那个酱料 是用过期的 过期其实都不少 你其实想 我们现在的那个酱 酱有两个主要的方法 一种就是一包一包单包的 你用的时候 你真的去看过它保存极限吗 没有 这是第一个 那整包放在煮 放到冰箱 放到一年还在用 贪小便宜一定要这样一辈子 然后继续用 我没有在教育自己 那第二种是一桶 有没有 用鸭的那一种 对 我们想说 你这台店才有小吗 那个桶子 那个桶子 我们一定是鸭 然后下 你知道要怎么补充 就放进去补充吗 你会把它洗干净 然后一桶再新的弄出来吗 不知道这个 所以这两个 这个保存极限真的不好抓 因为我们抓保存极限 是抓那个原奶 那个原封的那一个 未开封嘛 你倒进去的那一个嘛 但是放在那里的就像 我们这些洋师刚刚提到说 那个开封 对 开 第一个开封了 第二个没有四度是以下 这些保存的什么 它是在常温里面去做的 现在我跟你说 你老大都不敢吃 自己自备酱包这样子 其实便利商店 都提供很多很多的酱包 比如说常见的 就有那什么 小酸黄瓜酱 然后 或是黄芥末酱 番茄酱 关东煮酱 然后我也蛮好奇说 这几种酱料 到底它哪个热量比较高 好我们来看 便利商店的酱料 有上面这一些 第一米跟第二米 胡麻酱跟沙拉酱 因为基底都是油脂 所以它热量也都是破白的 那相对比较低卡的 它就是用酱油 味噌跟果糖 下去调味的 热量几乎都有砍一半以上 大概都可以在50咖以内 所以比较健康的选择 可能是 冠东煮酱 原味优格 跟日式和风酱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下次去便利商店的时候 或许选这几种酱 会比较安全 那其实讲到酱料 大家知道说 烤肉一定要蘸酱 其实它里面 潜藏着一个很可怕的 惊人秘秘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